我們知道台新藝術基金會比較關注在台新獎這塊 對 台新藝術獎是基金會的主要業務 而台新藝術獎又特別關注在台灣當代藝術的部分 沒錯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會讓這個基金會的藝術支持的方向是在台灣當代藝術 好 我想台新文化藝術基金會 當然它的背後的支持體系是台新銀行 台新金控 那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吳東亮董事長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整個這樣的一個企業基金會 它的背後的支持體系 是對我們所有的專業過程是充分的尊重 那我想說有這個基金會產生 也跟吳東亮董事長先生跟夫人 是他們熱愛藝術有很大的關係 以及他們有很好的藝術界的朋友 包括這個基金會的董事 林曼莉老師 那石月仁老師等等 那他們都是當時非常重要把台新藝術獎成立的一個推手 有這樣子的一個淵源 那一直到發展是目前今年是第幾年了 今年第九屆 第九屆那就趁此廣告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4月30號到6月12號在高雄市立美術館 台新第九屆 第九屆台新藝術獎的入圍特展 即將在高美館有這段時間的展覽 那希望大家能夠找機會到高雄去看這個展覽 那我想說因為到高雄這個事情也是 等於是去年第八屆才第一次 等於是跨出台北到高雄去做入圍特展 那這個是我覺得台新藝術獎也是跨了很大的一步 對因為過去的七年等於都在台北 但是畢竟台新藝術獎關注的是全台灣的藝術的創作的展演的作品 所以有機會到高雄 而且我們也很感激高雄市立美術館的 對台新藝術獎的支持跟歡迎 那我們去年做了第一年 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一來是高美館的空間 空間真的是非常的能夠讓作品有很好的呈現 然後再來是高雄市民 真的是我們每次到那裡 我們都看到這個台新藝術獎的展場 大概都是最多人的地方 那當然一方面是 它好它有趣 就是說它不但不僅只呈現視覺 因為台新藝術獎很重要的是它同時鼓勵視覺跟表演 這是台灣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就是非常的獨特的一個獎項 不僅是台灣我想在全世界都比較少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獎項 所以它是在當初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一個創辦者或者這個團隊的遠見 我們看到的是其實藝術在發展過程當中已經漸漸的跨越向江界 我們看到很多的視覺其實它某些時候是行為藝術 那現在某些的其實表演很多本來就是跨界了 它必須要運用到視覺的元素 也視覺也音樂 對音樂 對舞蹈等等等等等等 對對對 那但是它同樣它表演的時候有時候它也是一種行為藝術 那以及這個台新藝術獎它很著重的是對當代議題的開發或者回應或者是去反思這個部分 第八屆台新藝術獎的入圍特展在高美館的展出得到了民眾熱烈的迴響 民眾們期待可以在高雄看到各類當代藝術的呈現 這也促成了今年第九屆特展二度在高雄舉辦 這樣讓南部民眾期待的特展有什麼精彩的內容呢 我想也因為到高雄所以我們會我們做的周邊活動其實非常的多 有觀察員跟覺醒委員的這個講座 這是基本上每年都會有 但是我們還會推很多的周邊的活動 那包括用藝術來做怎麼親子的活動 那這個藝術的活動要比較是扣合到當年度的入圍團隊 比如說去年有無獨有偶這個偶戲團的入圍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教大家這個偶戲 操作這樣子的這個親子的活動 還有就是因為去年有歌仔戲 新編歌仔戲這個團隊的作品 歌仔戲可以教什麼呢 當然可以 歌仔戲的話就是這個在高美館也有一個 就是告訴大家如何用歌仔戲的這個 戲曲的元素來詮釋這個所謂的懸疑劇這樣的這個這樣子的 懸疑劇 這跟他們的入圍作品有關係 那我想高美館也非常的這個開心 因為等於是透過台信藝術獎 將視覺以外的表演的東西帶進了高美館 這是他們以前可能沒有的 那以及在去年在閉幕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這個視覺的得獎作品是 是少瓦茲部落那這個展覽得了大獎 所以我們在閉幕的時候等於是少瓦茲部落的長老 也帶著整個部落的這個這個 這個原住民的朋友們到 到職人送給台信藝術獎閉幕的一個這個儀式 非常有趣就是大家在整個那個高美館的 從裡面的展場大家牽著手這樣子跳著 由他們帶領跳著這個原住民的歌舞 這樣跳出來到廣場繞大圈 而且是邀請所有的在現場的觀眾朋友一起跳 所以這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高美館 那像今年的話就是有藝劇團 今年藝劇團 對 裡面有藝劇團的入圍 所以我們就在高美館有這個畫臉譜 猜猜我是誰 這樣子等於是有點親子活動 那以及因為今年是第九屆 所以第九屆我們會就是就九來做一個聯想 所以第九可能是九從天 所以跟天空的關係 那雲彩的關係 那再來是我們看到等於是高雄當地 民眾非常喜歡放風箏 所以我們今年就會我們的周邊商品 就是周邊紀念品應該這麼說 就是是風箏 所以大家可以來玩這個彩繪風箏的這個遊戲 是可以帶回家的嗎 可以帶回家 對 就親子的活動 我們就有一個彩繪風箏 然後還有畫臉譜 這樣 那當然我們有跟飛池中合作 就是我們大家可能只會看到作品入圍 過去入圍作品的這個入圍理由 可是我們今年就是特別請盧家蓁小姐 來為每一位這個入圍者做專訪 就是去讓他們來談談他們創作的心路歷程 或者是各種你不知道的這個密心好了 揭秘給觀眾朋友了解 或者是這個某創作者他的在創作過程當中 他的心路歷程等等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一篇一篇文章出來 都可以在飛池中音書網上面看到 是的 值得 所以請大家期待 因為視覺有五件入圍作品 我們說的就是去年的視覺五大跟表演十大 等於是總共十五件入圍的作品 都會在飛池中可以看到對入圍者的專訪 那我想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麼多的 看起來有趣或吸引人的周邊活動 希望他是有趣跟吸引人的 那我想說一般人可能會一聽到當代藝術 會比較覺得卻步跟有距離 或覺得看不懂 那我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透過藝術家的眼睛 然後豐富我們自己的生命跟靈魂 那尤其是我們常常會在看東西會 我建議大家不要執著在懂不懂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藝術它是幫我們開了一條未知的路 當下你不一定懂 但是在之後你某時某刻 其實它也許就對你有所啟發 那其實如果是我們所有的這個在觀賞過程當中 如果都是一個已知的經驗的話 那我們其實只能說被娛樂可以被娛樂 但是沒有辦法被啟發 可是啟發這件事是藝術多麼重要的價值 所以我就是覺得不必執著在懂跟不懂 但是我們去培養我們的一種感受力 我們不需要不一定需要懂得作者在想什麼 可是我們其實是透過作品來 感受跟認識更深刻的自己 所以是一種反觀 是的說得好 剛剛執行掌談了很多 我歡迎當代藝術欣賞的部分 其實當代藝術欣賞就跟我們的生命一樣 我們不要執著於已知 我們其實是要隨時保持著未知的熱度 去更體驗去經歷自己生命的歷程 那最後我們想請執行長跟我們聊一下 妳是不是在這條路上有寫支持自己理念的座右銘 有沒有這樣的一句話 有有有 我其實有很多句話在支持我的理念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我其實曾經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走就走路 走整個那個大安森林公務員的外圍 就一個人 而且是晚上一直走一直走 那個外圍這麼大 為什麼呢 我一直想理解 就是能夠希望能夠透過走路 然後想出這個對生命的一些疑問 但是這個疑問是什麼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那後來我看到一句話我覺得真的是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那其實這個句話同樣也應該是也等於是我目前為止我的生命歷程的一個映照 是奧修 奧修 奧修他說了一句話說 生命不是一個需要被解答的問題 它是一個需要被經歷的奧秘 那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說得太好了 那我想生命有很多酸甜苦辣 那沒有酸跟苦跟辣 你如何知道甜的這個美好 所以其實真的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值得被經歷 那因為它能夠鍛鍊你生命的厚度 那我想身體可以擔保 但是思想不可以擔保 思想除了不可以擔保 而且要自由對不對 最好是這樣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可以跟著我們的 台新藝術基金會的執行長鄭雅琳 一起找到生命中的自由人 今天非常謝謝台新藝術基金會的 鄭雅琳跟執行長來到我們的節目 之中人物面對面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